哈囉 我們現在拍的單元是泡麵的 來 這個 開箱 開箱那個齁 這個我最喜歡吃的 蔥燒牛肉麵 我們台灣人可能常吃的 可是你看看我的影片 外國人應該很少吃這個 這個有料的 這個我最喜歡吃的 湯頭蠻容易 我開箱 ok 要泡吃給大家看 我陸續會有很多泡麵吃的單元 台灣泡麵 你感覺說你常常吃泡麵好了 我跟你講 從小吃到大 很多人就是泡麵吃的灰那個變成 那是在亂講 沒有營養 然後 重鹹 不好開啊 不會啦 太緊了 不會啦 它有血啦 它要開到這邊 你看我們就遵守這樣子開到這邊就好了 它有一個停止線 先這樣子 ok 它裡面有這個 有肉的喔 不用這麼輕 剛剛好笑 剛剛好笑 來一個粉包 還有這樣子 油包 油包 好等一下我們拍 那個 好你先暫停了 暫停 暫停 紅色那個再按一下 我等一下就會拍一次了 去泡完那個了 剛剛要處理一些油的沒有了 ok 所以 這個我就放這邊 天氣太冷的話 我會 今天天氣很冷 外面十二三度 我會把 這個料理包 用那個 杯子 然後加點水 然後加熱 所以這只是做樣子的 這樣子才不會 裡面的溫度就是降低的 然後我們看裡面 ok 把它掀起來 把整個掀起來 把整個掀起來 都泡到這條線而已 泡到這條線 把先拿來 幹嘛呢 幹嘛呢 幹嘛 我是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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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弄 先拿來 這樣子 你去弄 你去弄 這樣子 還沒煮滾了 先不要吃喔 料理包 看裡面有什麼料 應該我剛剛用隔水加熱 唉唷 小心一點 它不會噴那幾次不貴死 雖然吃泡片從小吃到大 可是這要小心一點 嗯 我覺得滿安大餐喔 這個 它這個湯頭比較濃郁 而且它這個 現在是蔥燒口味 那味道適中 味道適中 不會太那個 所以這是我常在吃的 泡片 ok 然後 ok 你看有沒有看到 這幾塊肉來看一下 來 肉不會很多啦 肉不會很多啦 可是你看這個濃郁 你看 它這個湯頭比較濃郁 很濃郁 濃郁 而且 蔥燒的味道是比較 比較適中啦 它有點辣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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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頭蠻濃郁的 這邊也是我蠻習慣的 我先吃一塊肉 吃一塊肉 嗯 先吃一塊 你看 這給我帶筋了吧 嗯 好吃 好吃 雖然肉不會很大塊耶 可是最主要是 湯頭蠻不錯 你看這個 看一下肉 有點小塊 吃口便 它那邊口感比較軟嫩 然後帶點QQ的 這個麵是我比較喜歡的 比較寬 等於吸附這個湯汁 麵比較寬版就對了 嗯 麵會比較寬版 好吃啊 你沒吃過蔥燒豬肉麵 這口感跟這根差不多 我下次開箱 然後你吃看看 蔥燒豬肉麵 跟那個什麼 微粒的一朵沾那個不一樣 它面身不一樣 它是屬於這種湯頭比較容易像的 比較夠味道 而且 你水加了這麼多的話 那個味道還不會 那個 不過你要掌握說 水一定要很滾 然後泡超三分鐘 這樣子 它麵我比較喜歡 吃了這麼多款 就是應該是我排第一名的 然後它又加上 嗯 這樣 湯頭蠻濃郁的 我吃過 我幾乎什麼泡麵都吃過 日本泡麵 韓國泡麵 南洋的 我還是喜歡 吃台灣味 日本韓國 還是喜歡吃我們的台灣味 就對了 這個麻辣湯吃的蔥燒 是我 我 應該排第一名的 然後那個蔥燒 什麼麻辣口味 那比較辛辣 然後最近很燙的 什麼 麻油雞的 還有那個 那個 海酒系列的 欸 不是海酒的吧 花雕雞系列的那些 花雕雞系列的那些 都還不錯 重點是那個 納牛肉味我還蠻喜歡 那個 花雕雞的 麻油 跟那個 還不錯啊 那個酒的香味很重 麵是屬於細的 你看看 太好吃了 目前這排第一個 好啦 開箱完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頻道多元的話 OK 拜拜 新年快樂 我們來 看 我們來